吉安乡农林榆木叶普查所3月16号接牌 吉安乡的普查件数有3400多户 是全花莲县件数最多的乡镇 为了达成目标 乡公所结合了农会、村长、林长还有村干事 共同来执行今年的普查作业 同时也提醒乡亲 普查员会有试别名牌还有秀房的文件 而且不会要求民众提供银行的账户资料 请民众来安心配合普查作业 农林榆木叶普查每5年举办一次 吉安乡的普查件数是花莲全县最多的乡镇 为了达成目标 乡公所结合农会、村林长、村干事 共同来执行这一支的普查作业 吉安乡农林榆木叶普查 今天来接牌 从5月1号到6月30日子 我们要来进行普查工作 也是花莲县普查件数最多的一个乡 激进3400件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族群融合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十八村村长 个林的林长以及我们的村干事 一起开启这样的一个普查工作 希望把我们的普查件数能够达到激进圆满 而且能够落实到普查的工作 所以我们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有闽南有国语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个加户的普查人员呢 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普查人员 我们也请我们的乡亲来记得 我们三部二要的重要工作 一定会有标示牌 一定会有我们的调查的访查的通知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圆满我们这一次的普查 作为未来在农林榆木业 作为一个非常具体 而且非常实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 来提供未来的农林榆木业的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指标 为了让各族群乡亲能够了解普查内容 吉安乡公所特别挑选熟悉国语 客语 闽南语和原住民语的普查员 来进行加户访查作业 同时也强调普查员会佩戴识别名牌 会递送受访文件 不会泄露民众的资料 不会问不相关的问题 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资料 请民众可以安心配合普查作业 吉安乡 农民与牧业普查 请好赞 节族会吉安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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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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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公司